这个上敦众的女人单身太久积眼了 她决定要在街上找一个男人去小树林 但她疯狂抖动自己的马达时就无人关注 突然她发现前方有几个工程小哥正在作业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上去就是一顿玛丽梦露吸音法 那小哥露出这个表情我也不懂什么意思 只见她一丁枪给自己崩了 小美并没有放弃 接着寻找下一个目标 这时她看到一旁的消防员 一个钱滚翻来到面前 戴上他们的消防帽就开始搭讪 结果小哥一水枪就给她刺了 可小美依旧自信满满 老爹看她实在是没人要了 直接给她介绍了一个除害专家 那小蛮腰一弯 老鼠都给跑进门了 然而就这样一个狠人 看到小美却表示不喜欢 但爱情来的你挡都挡不住 倒一杯咖啡的功夫 一位帅哥好像看上她了 这两水壶直接给人干晕在地 等到小美再回头时 却发现男人不见了踪影 她还以为是自己太胖吓跑了人家 于是她下定决心减肥 按照名片上的地址 小美找到了当地最厉害的减肥专家 名叫高老 你别看他人高马大的 他不仅能帮人减肥 还是一个有名的红娘 看着墙上的光辉战绩 就没有她搞不定的爱情 高老让小美蹲下来 说是要看看她的全貌 她撅起那彻离子般的大嘴 高老凑近一闻 说她好像吃了臭豆腐有味 一把口香糖就扔了过去 随后她发现小美的牙缝里还有东西 我滴个娘啊 原来是残留的半个鸡翅 高老不想坏名声 决定帮她彻底改造一番 直接把小美带进了修理厂 一群壮汉见到小美就围了上来 将她放在了车床上 拿起沙轮 开始改造 这个三百多斤的胖妞正在做美容 只见壮汉拿起沙轮 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后 钢板做的脚甲终于修好 下一步就是去除后背上的棕毛 男人拿出一盆的麦芽糖 均匀地浇在后背上 小白不易贴 使劲一丝 那脂肪足足抽了上百吨 走完全部流程后 小美果然从一个三百多斤的胖子 变成了一个拥有魔鬼身材的大美女 不久后 她来到单身相亲派对 男嘉宾只有一个 而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小美那天对上演的大山 大山看了一圈参选的美女后 她拿出一把大喷子 扑刺就是一枪 紧接着好几个参选美女被她蹦飞 直到剩下小美和丽莎两人 但丽莎却直接被吓晕 最后小美和大山成功牵手 按照流程 他们很快就见了家长 可就在吃饭的时候 大山为了表示诚意 拿出一瓶82年的罗曼尼康蒂 突然小美推了一下大山 那瓶袋正好蹦中了上面的坛子 直接掉地摔了个吸水 那里面装的竟是小美奶奶的骨灰 就这样 第一次到家里吃饭 闹了个不欢而散 为了哄小美开心 大山带她来到一家珠宝店 豪气地将整个珠宝店送给她 还当场跟她求婚 面对多精又帅气的小鲜肉 小美不但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可是在准备婚礼时 大山的前女友丽莎突然出现 想方设法地来破坏他们的感情 这让小美充满了危机感 生怕大山被人抢走 整天胡思乱想 还做了个噩梦 梦里又变回之前又胖又丑的样子 这还不算什么 早上刚起床 她发现脸上竟长了一个超级大豆 眼看就要举行婚礼了 这咋见人呢 这个女人今天结婚却长了个大豆 她决定必须要把她给挤出来 小美开始用手尝试 但这豆实在太硬了 根本挤不破 于是她拿来了大钳子 结果扑刺一声 那五米厚的砖墙都给干她了 随后连忙赶往婚礼现场 而此时大山却被前女友缠住 她故意掐了个时间抢吻大山 看到此场此景 小美伤心不已 当即就取消了婚礼 当天晚上 大山举着76年生产的录音机 放着他们最爱听的歌曲给小美道歉 可她换来的不是原谅 而是一顿瓜果蔬菜 第二天早上 老爹不想让小美伤心难过 于是又把那个除害专家给整来了 小美当然不愿意 一转眼半年过去了 小美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大山的道歉信 还有那天所发生事情的来龙去脉 大山还说道 要是原谅她 就到他们第一次约会的顶楼找她 小美好开心 可这本杂志的发行日是半年前的 但她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去了 而这边等了半年的大山胡子都给干出来了 她决定不再等了 就这样他们再次错过了对方 小美来到楼顶时 却没有看到大山的身影 荒荡一下美人入怀 最后两人举办了婚礼 过上了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